梁錦祥先生的專欄《2022》 標題為《外星人就在我們身邊》 著名美國哈佛大學天體物理學家 Abraham Loop又發表驚人之論 他在最新一輯《學術論文》提出所謂引地假說 推測外星人組已經存在在地球中 只不過他們是隱藏在地球中的不同角落中 他們的科技水平遠比人類先進 更可能以貌似人類的形象出現在我們之中 身為學者的Abraham 在沒有充分證據支持下 當然形容他的推斷是假設 在不明飛行物體現象沒有完全合理解釋的情況下 提出另類假設刺激討論 他的論文標題也強調開放討論的重要性 對於主流學術界 Abraham的假說接近科幻小說不值一診 對於不明飛行物體的研究者 Abraham的說法是老生常談 並無新意 既然如此 他的論文的意思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從歷史角度看這個問題 由於至20世紀50年代開始 美國國內聲稱目擊不明飛行物體的個案湧現 民間要求政府解釋的聲音較多 官方因此委託大學對不明飛行物體現象進行調查研究 不過 這是表面現象 實際上官方私底下已經有結論 所謂的調查研究只不過是一場戲 不過 小部分學者還是堅持純正的學術態度 去審查有關個案 得出與官方預設立場不同的看法 很不幸 他們的下場是悲慘的學術生涯就此斷送 其中最不幸的例子是 20世紀60年代的氣象物理學家 James McDonald博士 由於他對科羅拉多大學所作的Condon Report 辭異議 堅持某個個案是不明飛行物體 結果被大學同裁孤立 失去教職 妻子離婚 最後吞槍自殺 不過也有人懷疑他是被謀殺的 另一個例子是 Alan Hynak博士 他在20世紀60年代獲美國政府委任調查UFO現象 起初他也有預設立場 所有個案都可以用自然現象解釋 但當他認真研究這些個案時 卻發現有少數個案的確是不明飛行物體 當年的美國官方也容不下這種另類意見 結果 他稍後被排除在官方調查UFO機構之外 這個反而刺激他將UFO研究帶到民間 日後著名的第三類接觸分類就是他提出的 到了20世紀90年代 哈佛大學醫學教授John E. Mack 智力研究聲稱被外星人腦劫個案 遭大學管理層強烈反對 幾乎喪失教席 在2004年突然在車禍中喪生 時移世契 今天Abraham教授能輕鬆地發表UFO論文 除了是因為自己的崇高學術地位 他在宇宙學研究有重大貢獻 也是因為 談論外星人文明不再是禁忌 不過 這個進步是因為 前人付出很多犧牲才能達到的 奇怪的是 Abraham教授認為 外星人有可能偽裝成人類 這一點沒有太多證據支持 或者他掌握了證據 只是現在不方便公開而已 雷守 在鼻子中已有根據